头发发白的老人们都有病痛 但中石化污染案开庭 每次都到场 中石化台南安顺厂爆发史上 最严重的戴凰星污染案 最高法院判赔1亿8000万元 中石化安顺厂 前身是台解安顺厂 日治时期设立1982年官场 但17年之后 学者田野调查发现 鱼身上的戴凰星超标 一验军名的体内 戴凰星含量轻的300多匹克 重的达到900多匹克 愿超出平均值20匹克 许多人罹患糖尿病癌症 怀疑祸首就是戴凰星 居民十年前联合提起诉讼 求偿国赔一共3亿4000多万元 去年二审判决 中石化赔偿居民1亿9000多万元 但免除经营部国赔责任 但中石化提起上诉 又是一年多过去 如今最高法院定验 判赔400多位居民1.8亿元 经营部则免除国赔 官司残送十年 当中62位的居民都已经过世 生前一毛钱都没拿到 至于败诉的中石化 则是对结果感到痛心遗憾 考虑申请事件